請繼續來看這個台北地檢室 經辦到還不美的連治案 今天正早是還有一個大路 總共是起訴到三十一的人 其中本名占尤峰的這個主罄占國委 解析到舊籍沒法兵台 連治超過九十億 如果是沖泡案的統治法 又是連治案的副頭 檢室檢查犯案和破檔案 如果政主署成定如 向季孔幫這個集團來代言 因為不敵情 也沒有參加經營 所以不起訴 惡意脫產啊 出拿騙來的錢買精品包啊 因為沖泡案 就向統治的陳國委本名占尤峰 利用老闆兵器ZIMB照台 每合一兵台 在母后操控擔任富重的老朋友 同騙超過九十億 受害金屬僵家市超過五千人 尊案在今天真正結束 真正被告為本件違法施禁案 組織罰起之首國 嚴重危害國家金融秩序 於偵查中並企圖恢復其他公犯 引力犯罪所謂 情欲重重量刑 目前體格的人有夠百貨 都接超過十七億的主金 無法的所得 檢訪也關緊很重重 除了現金四百多萬 也紮口頂兩千萬的酒 也有贈品 三百多萬的公票 六十二別的不動散 也有十六別的建物 總共的計策大概是五億十千多萬 希望可以降機比海前的損失 另外去向枝空是詐騙案的 大件人情主不勝得主 是不起訴 聖姓被告等無人認為罪行不足 唯不起訴處分 至於部分公司之行政人員 謹慈聽命行事 且於偵查中坦熱反行 夾官堅持重新良心 案件調查官到處一千二百多萬 社群市阿平台插隊修理室 賣多不立案 謹慌認定當時兵台也不出事 對情侶提供 也沒有違反到銀行法 已經將這個部分尊嚴 如果主廟前幾個 既心庭告別在這禮拜五 告過設一個早上開場之後 會做出財政 哈囉 我是萊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